上十国庆年假过后天气不太稳定 东北风及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 银封面的东半部还有东北部会容易下雨 星期三到星期四稍微减少 不过星期五到星期六水气又会增加 银封面又会有较大的局部降雨发生机会 请民众出门不要忘了攜带雨具 国庆年假花莲意外的好天气 不过12日开始受到东北风以及热带低压的影响 银封面东半部及东北部地区将容易有震雨的发生 12号到18号整个天气大概都是多云 或是局部地方有些短暂雨的情形 然后13号晚上到14号清晨 可能局部地方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室 然后14号大概15号星期四 大概看起来是花莲这一周最好 天气会比较好一点的情形 12号到18号我们大概就受到东北风 还有这些台风外围的环流的影响 还有些水气会飘进来 所以基本上在东花莲这个地方 水气相对来说比较多 所以云量多的时候天气可能就比较凉一点 周三到周四降雨稍微减少趋缓 不过从周五到周末水气又会增加 因封面有较大局部降雨发生的机会 秋天天气变化幅度大 提醒民众适时增添衣物 出门记得攜带雨具 记得掌帮夜华联士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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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